蓝白河持续的难产当中 那么近周刊独家执行 民众党总统参选柯文哲 昨天又直奔了鸿海创办 郭台铭的住家密谈 那么柯文哲昨天在KP的 这个适时大会当中 也宣布会继续用民众党总统 候选人的身份拼占到底 那么结束了造势活动之后 就直奔郭台铭位移新义区的住家 密谈大约是一个半小时 那么对于柯郭 是不是有可能会合作呢 郭伴的发言人黄世修前天就表示 国民党粗暴的操作 郭柯联盟更显得自然 也引发了联想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